明天在八百父親節 我們是八百父親 末兩十年的日子 就和民間團體 這幾個地在協助 八百父親財庫來中結 不過不少小孩 心肝來也是很害羞 民間團體是頂出五年月月 注重在社區關懷和福島 希望幫助我們的財民 走出歐望 在八百父親兩十年進行 村民登到少年在村 大家講到最關的情景 在自然之後 有人頂著了新的家庭 頂去新的生活 有人頂著在鳳齋 適合的千人 先來以往很避兇 在鳳齋過了 當政府和民間團體 這幾個地在國的中間 幫助適宜以後的老人 人也還要六歲續婚 像之前去金會 就協助三十幾個部落青年 集體成功 雖然以後感染慢慢有成功 但是在民民 你就過期記得這是未來的生活 心裡以往有壓力 部落裡面都還陸續都會有人 得到憂鬱症或是自殺 或者說是生重病 那這一類的事情到目前都還是繼續在發生 所以對於這些受災的人來說 並不是當時的那個災難的一瞬間 而是後續的這一兩年 其實這些苦都還一直在進行著 心裡的重點是一條正當的路 民間團體已經擁定五年計劃 對它繼續實作過面 林仔、培養、亞國文化保留 也會指導在社區管 台下心裡輔導教教 來引領在面電腦 轉身的生活 記者綜合佈渡